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今天有很多人都關心一件事 就是美國總務處處長麥菲通知拜登 可以啟動所謂的交接工作程序 是否意味著特朗普陣營已經認輸 或者是畏著自己認輸來鋪定一個下台街 其實我在下午那一節已經解釋得很清楚 特朗普自己也有說過 就是說他仍然堅定不移地戰鬥下去 但是我聽到有些評論員說 如果你特朗普不是認輸 不是認為拜登已經成為了總統當選人的話 那又何必要跟爾麥菲處長這個決定呢 而總務處又何須向拜登的團隊 發放總值630萬美元的過度所需款項 又向拜登陣營來分享那些什麼國防機密資訊 等等 首先來說 這些評論是不適當的 人家那封信只不過是提及到過度所需款項的安排 沒有提及到那些什麼機密資訊 國防資訊或者疫情資訊的分享 所以千萬不能夠加鹽加醋 是要忠於那個文本的事實 其次的就是 他肯定沒有看到特朗普的Twitter 特朗普就說得很清楚 I will tell my team to do the same 即是說我會叫自己的團隊去做相同的事 有可能就是說 特朗普就會叫他的團隊照向總務處申請這筆款項 你催不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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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根本上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一個總統當選人是產生了 事實上就是要去到12月14日 選舉人團投票之後 才會有真正的總統當選人 而且還有很多選舉官司都沒有審完 所以現在這個階段就說要去拿錢的話 可能在麥菲處長的眼中 他只是給錢送溫辰的心態 因為他自己就給流氓滋擾 這件事他在信中公銜寫得很清楚 接著就說回這一節的政題 不過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路透社昨天有篇報導爆料 說他們的記者在看過美國商務部的一些文件之後 發現他們是打算限制89間 與中國解放軍有聯繫的企業 去輸入美國產品和技術 其實就等同於變相的制裁措施 這89間受到波及的企業 其實主要都是環繞航空或航天業務 數到最出名的那間 一定是中國商用飛機有限公司 因為這間公司是研發C919商用民航機的公司 如果路透社的消息是屬實的話 大陸發展自主民航客機的計劃 肯定會遭到嚴重挫折 實情這間中國商用飛機有限公司 在研發C919客機的時候曾經宣稱過 說大飛機夢 不是打飛機夢 這個大飛機夢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 一定要有屬於自己的大飛機 這個大飛機就是C919客機 這個客機有什麼駕駛堂 原來座位數目最多可以有168張 行程最遠可以飛到5555公里 在2017年5月5日已經成功首行 問題就是這個C919客機 說是中國製造 但原來裡面有很多系統和零部件 都要從外國輸入 尤其是依賴美國的技術 這個C919客機 原來他們的發動機 通訊導航系統 機身的鋁合金零部件 飛行數據紀錄系統 以及他們的飛機輪胎 以及殺停系統 都是從美國的公司來輸入 另外那個起落架系統 是由德國公司提供的 那飛機上有什麼重要零部件 是大陸自主來製造的 原來就包括了機翼和美翼 那真是厲害了 可以做得到這麼高超的技術 其實這個情況 和華為是差不多 華為都整天強調自己的智能手機 是中國製造的 沒錯 他真的 的而且確在中國廠房那裡 是裝陷製造出來的 不過 他有很多零部件 包括了 智能手機 核心靈魂 就是那些芯片 都是要從外國進口 當然 現在美國做了這麼多 制裁措施以後 大陸都被迫自主研發 找了中芯國際去搞 只不過那些芯片的技術 就是美國十年前的技術 好了 現在這個C919客機 其實都是類似的情況 他說是中國製造的 大型客機 問題就是裡面很多東西 如果是沒有了 尤其是美國所提供的技術 和設備 根本上就不能夠成事 所謂中國製造 很大程度上就是 在中國裝陷這些系統和設備 現在特朗普怕無神 又說要打算制裁 這89間航空和航天的中國企業 這樣就肯定會打亂了大陸相關的部署 根據大陸媒體的報道所說 就說這架C919大型客機 在國內外的用戶 就已經達到28家 訂單的數量就達到815架 但是 現在你就未曾交付得來 如果特朗普真的實施相關的措施 限制那89家的企業 去購買美國的產品和技術 肯定就拿手不成勢 就要被迫採用現有的存貨 來製造那些飛機 但是有多少剩呢 就不會買一大堆的 所以如果特朗普真的出絕招的話 肯定會使大陸的航空製造業 造成沉重的打擊 除了製造飛機這個問題以外 其實也是牽一發動全身的 因為現在這個路透社的報道 就說 除了中國商用飛機這間公司之外 開發軍機為主的中國航空工業集團 美國方面都打算來打壓 這間的中國航空工業集團 原來有十間的子公司都列入了名單 而部分公司有在香港的樹上市 究竟金融業方面會不會同時都受到影響呢 中國方面對於這件事有什麼回應呢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舉行這個例行記者會的時候說到 說中方反對美國無故打壓中國企業 美國的行為是違反市場競爭和國際貿易準則 將會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形象 那就是搞事 會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 因為他賣不到那些東西給你 但是你說損害美國的形象 美國的形象怎麼會是因為這些東西而受到損害呢 簡直是匪夷所思 現在特朗普似乎是想把握 他第一屆總統任期餘下這兩個月 來施展運身解數 我相信在接下來這兩個月 肯定會有很多新的措施推陳出身 特朗普很可能會把握時機去到盡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現在的選舉結果還是圓而未決 如果最終是由特朗普能夠成功連任的話 他在這兩個月所做的事 就當是奠定了他接下來的四年 第二屆總統任期的基礎 因為那些政策是會有延續性的 他一定會繼續做下去的 所以現在他這兩個月所做的事 只不過是為了接下來的四年來打定基礎 一旦是他的官司失利的話 由拜登上台 他現在所做的這兩個月的事 其實就是為了拜登埋下了一個地雷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拜登他真的很厚著面皮 來推翻特朗普任期所做過的一切決定 在實際操作上來說 都是可行的 因為他總統真的有著一個很大的權力 問題就是 到底他能不能夠面對得到 來自共和黨 甚至乎是來自民主黨鷹派的壓力 因為現在官府 拜登所找的那些所謂內閣成員 最強硬的就是國務卿的人選布林肯 但是其他那些人都是甲派 就是說 其實民主黨裡面的核心鷹派就上不了位 那些人看到拜登去推翻所有事情的時候 他很可能也未必會看得過眼 到時拜登在政治上就會陷入一個險境 因為今屆民主黨在眾議院的選舉就是失利的 只是剛剛過了半數有多一點 在436席當中就拿到222席暫時 過半數就218席 只要有幾個鷹派的人物賭歌的話 這樣就會啟動得到總統彈劾機制了 因為第一步就要在眾議院那裡 simple majority 簡單多數是同意這個議案 這樣就會啟動得到 所以特朗普當初都被民主黨這樣搞的 因為上一屆眾議院都是民主黨過半數的 當然拜登如果他上台的話 他是有這樣的權力去推翻這一切 但是他也要在國內承受相應的政治壓力 一定會落入共和黨的口實 罵他四年 即是如果他有這麼健康做到四年的話 不然就變成罵賀錦麗 不過這些就言之上早了 因為到現在為止 都不知道誰做總統 所以特朗普接下來這兩個月 我相信他都毫無保留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